吉打国民型中学女学生因为头发剪得太短而遭校方惩罚包头巾直到头发长长或是罚款 结果女生选择罚款100令吉 教育部副部长张慎文表示 她不赞同以类似的方式来惩罚学生 这会让学生误解钱能够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吉打州教育局已经是指示校方收回有关惩罚 学校也同意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来惩罚学生 犯了校规应该是怎么让他们理解他们犯的错误和如何引导他们 那么避免不再重犯 重点在于教育跟指导不再于惩罚 张慎文表示在经历这起事件之后 教育部希望校方能够根据教育部所指定的标准作业程序惩罚学生